嗨朋友们大家好 现在是下午三点 去工厂看一下我们这两天做的东西 再跟踪一下进度 并超那边有一个东西要设计 说要跟我讨论一下 我们一起过去看看吧 三点到了没 准不准时 我锯了一下 就编了个脚了 锯了一下 为什么想象没有想象的大了 可能就是说 底下 底下就是说 有一个要找出一个平面出来 就算不大 也要找 比如说现在它上面也是拧的 也要把它找平 然后再根据上面 在底下还要找一个 就是说差不多的平面 怎么也要有这么宽 你知道是吧 所以说就可能做出来成品 就没有想象的原料这么大 大概的有多大 大概我可以算一下 但是这个料子你就做那个也是合适 你做啥也不会说 只有那个就合适了 你做碗啊 那也是个碗啊 差不多 做碗可能会稍微大一点 但是做碗 这 反正那种方的好看 对 我给你刷一下啊 口径没问题 可以大 但是就是说 就很薄厚 没有那个 就看这边 那这边 以这边 调整过来 这里 这样吧 最最最 可能要再尝一尝 因为这个地方 哦 所以说这个地方 可能就用到这里 这个地方多距就是为了把这个坡度给给倒过来 底部的话 就感觉四公分高度 因为你看到这个地方可能宽一点 但是这边感觉四公分高度就是大概的就这样的 它这个口径倒是应该就是说不会有太 太那个啊 太大的变化 就是厚度 可能会被被那种一点 我还说我只是这个方案 还有一个 这个方案呢 我先去这边 去这边 去这边的话 我看 这边可能更斜了 你看看 但是这个底部可能就聚不了 那么多 这边斜 一样的 可能这边还稳当一点 主要是怎么哪个面的效果不少 保留底下多一点还是保留上面多一点 这个可能还稳当一点 为什么说稳当一点 我去这边这边本身那就是深嘛 去这边多这个就变测 去这边多这个就变测 如果说我就是说我去这边就是去这边的去这边的时候 这边还是个角度还是就是说这样的话到时候我我往下收可能会这个说不定会有一点点就是说干扰但是这样的话就稳妥一点 这个厚度看起来好像更稳当一点 4.6 4.6 那就是说这气景本身就是浪费料 明白 没事 那就像你刚才画的那种做的 我好像跟你说一下啊 嗯 好 lion eagle 哈梁 这个宝宝会边点部分干嘛 当标本 原料标本 切下来的这片看一下颜色 原料真的是很绚丽的颜色 颜色很紫 纯紫色的颜色做出来是很漂亮的 要把它切成花去 要把它切成花去 这么大啊 嗯 可以的 還行 還行 大小的吧 可能還要 可能 還要再薄一點 做了再調吧 你覺得大也有問題 好好變 你覺得大也有 好我 大了放上面不是一大就好了 嗯 人家給你們放個電動的 讓你們用成手動的 還會跟爹上貼張紗紙 不是一樣的 可以啊 有寬的 我好像有寬的 有寬的更好摸 看我們的條件 呵呵 你這就是沒有條件 靠到條件也要上了 哦這個厲害 對呀你看你那個都快磨平了 我剛來東福的時候 哎呀 好可憐 再寬一秒 哈哈哈哈 現在條件好了 已經不是從前了 現在有地碼了 哦 拿到這摸給了 有快的 兩下搞定了 還省電 你這個省電 到底不省人啊 還得人給你拉著掉 哈哈哈哈 兩頭拽著 我比青田那個 修照片 還要想不開的嗎 哈哈哈哈 最輕現身方式 這裏有一點黑木頭啊 鍋裡有點睡木頭啊 沒有 吹手工做箱 似乎就 似乎就 似乎就說得過去 嗯 又能骑一下 能吹个这么大的车也不容易了 这个手工磨的一点都那么大 全手工磨平 今天就给你们做到这里 是